갑자기 내게 나타나주 너 난 아무 말도 할 수가 없었지 전 눈에 반한다는 이야기가 Hello, what's up everybody 今天我们拥有了一个新的嘉宾 是的 今天呢 大家看标题 应该都知道我要做什么了 对,就是跟他上学一天 然后呢 也提前恭喜一下 各位如果进了 我们这一位Cal Poly Pomona的学弟学妹们 然后呢 今天就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家学校到底是怎样的 然后一般上课的流程啊 什么的 都让大家提前的感 就是提前的体验一下 这个大学生活是怎样的 对 好 那今天呢 我们就有请这一位 我们的好朋友 我就叫你苏默吧 OK 我们就 就就就就就就让他来带我们去看一下他学校怎么样 然后去了解一下他们当地的学习文化 好的 那事不宜迟 我们赶快出发吧 现在我们要上的是 Econ的课 然后我们 偶遇到了老师 我们是时间的课 老师 老师也知道了 这里 大叉不叉 就是一个教室的样子 哈喽啊 现在呢 我们已经结束了一节课 那我们刚刚上的是经济课 他们准备要考试了 幸福我没有周四来 要是我周四来 就就就就很尴尬了 其实刚才踏进门那一刹那 我有点有点反悔了 要不我先走 那你还是坐得下来 就是就是我 我没有 就是我的脑子里面 是有点像我们 大学那种 大课就几百人那种 我没想到就是小班制 那我想问一下 你们都是小班制比较多吗 对 那那都是 30到60人是最多 对 那那这个很不错 所以 学弟学妹们 你们有福了 不像我们 300多个人 连professor都记不住 真的 那然后呢 我们就是过来逛一下的话呢 就带大家看一下 这整一个学校的氛围啊 然后还有住宿啊 美食啊 哇哦 这里 我们 我们的老同学 这个小松鼠 躲起来了 大概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Kalpaulipomona 是一家非常厉害的 理工的一个学院 所以他们这边的排名 也是很靠前的 就是在 呃 理工方面啊 然后如果大家 是对这边 很感兴趣的话呢 其实这里也是一个 很不错的选择 因为他和Kaltech 其实 他们都 很棒 很 很牛 对 好 那现在呢 就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住宿区域 到底是长什么样子的 因为听苏莫说呢 就是 这边的话 是有两个宿舍区域的 然后我们现在就选一个 比较近一点的 就是了解到 Pomona这边的话呢 就Kalpaulipomona的话呢 他们是semester制的 四年的话呢 就大概修多个学分 120个学分 他们今年是semester制 所以一个semester呢 大概就是 15个unit要修完 然后一个semester 大概是要上 五个课 刚刚也问过 你就是 你不会觉得 特别大压力 对 就是如果你选课 选得好的话 那在这里你觉得 就是如果选课的话 你有什么样的小 小tips 可以介绍一下 我觉得 可能你可以去找 他们那些advisor 然后他们会给你 一些建议 什么的 然后 你也可以上网去看一下 有什么课 然后你如果想选的 但是呢 通常freshman选课是比较晚的 所以有时候 不一定能拿得到你想拿的课 所以可能你就要 往后几年再拿 或者你先拿点其他的 可以 那你觉得就是 有没有那种 有没有那种website 就是比如说 rate my professor那种 就是那种 还有一个什么叫 CPP scheduler 对 然后就可以在上面看一下 professor的评价怎么样 还有这节课 平均多少人上过 然后GPA是什么样的 对 所以就是大家如果选课的话呢 可以在这两边 去多看一下 当然有的时候 你必须要选择这个节课 就算professor 多了 你都得上 就没办法 对 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 大概的 风景吧 对 现在树都比较酷 因为 因为春天复苏嘛 所以就 就还好 还好 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呢 就是campus会提供 免费的shadow bus 就这种巴士的话呢 大家如果不赶时间 还是可以坐一下的 因为我感觉就是 虽然它可能15分钟一般吧 但是如果你赶时间 你要去campus的话 肯定还是要靠走 或者去买一个scooter 就像我一样 我就是买了一台scooter 因为真的是太远了 我感觉 对 但是 这个bus呢 也是免费的 然后大家也是可以去乘坐的 还是比较的 方便 对 但是 现在看的话呢 就学生们都是 走比较多 就是我看到的 现在好像还没有多少 是开着scooter的 然后现在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红房子这边 就宿舍了 这个呢 也是宿舍 这边呢 有点像宿舍 但也不确定是不是宿舍 对 但是这个绝对是个宿舍 那我想问一下 就是宿舍的话 新生能抢到吗 你看我 我还在围练死呢 你看新生都抢不到的房间 你想想房源有多紧 所以如果大家要 在这边有家的话 就commute吧 对 就像他一样 他就是每一天要上课下课 就是呃 都有车 那 如果大家没有车的话 买一台 租一台 对 在旁边 租房吧 对 这边这边的房子 就是肯定是有学区房的 所以如果大家 就是出来乍到的话呢 还是可以就是 在这边可以看一下 有没有房子 但是如果 比如说你是个 international student 可能你会有特权吧 因为可能 我们都是加州居民 所以就没有特权 要让给别人 yeah basically like that 好 这边呢 就是充电区 它 就是 它是为电车而制的 所以还是很人性化 现在 你看这边 就是停车场 对 刚刚你说要多少钱 如果要park的话 要231 一个semester 也就是 大概 六个月 对 对 因为 五十多一个月吧 五十多一个月 如果平均算下来的话 这样也差不多 你觉得大一 有什么想法 对这个学校 就和你之前 没进来这里的出入 有没有 有没有思想出入 有一点的 expectation 你说一下 我还以为就是 课的话会 就是像你说的 就是像UC那种 这么大 但是现在暂时还没有拿到那么 那么多人的课 所以就还是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 嗯 那你觉得就是这里的人 他们学习怎么样 就是学习氛围 你觉得如何 也挺好的 其实 他们大部分都是那种 就是爱学习 就是你 比如说老师 让你做什么project什么的 他们都是会做的 就不会说有那种 摆烂的人 就不会像高中的嘛 那种无语哦 对 就你一个人 carry全组的 但是他们都是 每个人都会做自己的那一部分 可以 所以这边呢就是一个 student service center 那你觉得就是 你们final midterm的时候 会压力大吗 还好 就其实midterm 跟你平常考试差不多吧 就感觉 就像一个normal test一样 差不多 那可以的 这个有点像斯坦福那一部分 这个前面这个 真的 这个 这个好像斯坦福一开始那种 差不多有点像那种design了 这一部分就是他们的library 我真的酸 你拿这杯吧 谁 我靠 拍一下 这个 这个 这个紫色去哪了 这就 这就 如果大家压力大 过来玩一下 这边有 桌球 有足球可以看 打酒球还是打斯诺克 不知道 每个学校必备的foot court 这边 只有三家吗 三四家 没有 其实在另外一边 哦 另外一边还有 人们这个又是一个新的宿舍楼 这相对于来说啊 比较新 还有阳台 嗯 真的哦 好酷哦 可以可以可以 然后这边是健身房 对 哇 健身房这么大 嗯 哇 里面是有有有篮球场那些大的 有 哇 哇 10块去了 给大家看一下 这里就是自助餐食堂 这边就是你一单 你就可以待一整天的 对 然后一个人大概是13块钱左右吧 对 中午的话 中午啊 中午那晚上估计会 那贵一点 贵一点 早上的最便宜的哦 哦 还是一如既往的沙拉 这边是哦 这个沙拉 这边好像 这个是吃法 反正也是包包 包子 三明治 三明治 这里还有雪糕 一口来吃 雪糕 Cupcakes 还是很多东西可以吃的 这种 你要吃吗 我不吃 我想我想吐了 看到那玩意儿 喝的 这个是喝的 哦还有Bagel 这是什么 看一下 哦 这里有饭 还行 看着还行 等一下看一下满满当当的 学生还可以对着这边 看到了一个小斯坦福 刚刚出的新鸡块 对焦 对个焦 对个焦 为什么他不在焦 OK 现在呢我们来开吃一下 现在他已经吃了 那你开了 是我从来没见过的一个搭配 很酥 很酥 酥皮 酥皮 好甜 成尖尖的饭 它饭好吃 它叫酱 它叫酱汁 好奇怪 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想到那种 寿司店里面的章鱼的那种酱 好甜 哈喽 那现在呢已经回到了家中 给大家做一个浅浅的小总监 那总体下来呢 我是觉得Cell Poly整一个校园呢 还是很美观的 完了之后呢也是非常的原生态 因为我们还是周围都能看到很多小松鼠啊 看到鱼啊 看到鹅啊 那也是鹅吧 但是不管怎么说呢 大家还是非常的踊跃去学习 去到每一层的library 就图书馆的话呢 大家虽然就是周围的话 还是没有那么安静啊 但是每个人都是在和小组一起去讨论 学习的 所以大家整体的氛围呢还是很不错的 而且它的校区呢还是很大 然后大家也是可以去逛逛啊走一走的 那唯一的美中部组的话呢 我是觉得他们的食堂有点太少了 可能对比起我们的食堂吧 就是他们食堂只有一家 然后可能每一道菜的做法啊 然后也是没有那么友好对于我们亚洲人来说 因为虽然他有提供亚洲菜 但是自己个人的话还是吃不惯的 就那种所谓的白人饭 对大家就好像我那个朋友 他就会去带饭啊什么的 所以如果大家真的要去体验的话呢 还是可以去体验一下 完了之后如果真的是在这边读书的话呢 也是可以尝试一下自己去做饭的 因为那里的饭实属是吃一顿 我觉得还行 两三顿可能就有点勉强了 对那总体下来呢就是这样子的感觉 如果大家还是喜欢这个video的话呢 别忘了给我一个subscribe 然后给我一个点赞 然后下一期呢 希望这个系列可以一直结束 就是可以一直一直去探索不一样的大学吧 好 那我们就下一期见嘛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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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